大家好 飛揚武術大聲劈掛盤 先走傳承計畫 16集的傳承影片已經在線上全部播放完畢 按照我們原則的設計就是 先上學習和先下體驗工作坊是互相結合 下個會理想的 但因為疫情的原因 導致我們先下工作坊無法如期進行 所以我們今天就製作了這個特別的節目 大聲劈掛資訊講 李師傅 你好 陸會長 你好 我們今天來這裡做甚麼 你好像和大家開了一個新環節 沒錯 因為我們傳承影片播出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想了解多一些大聲劈掛資訊 我們都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們先問問你 我們在內地有很多武術的飛援 很多權種 例如少林權 榮春 紅權 在內地也有它自己商量一些地方有權種 但唯獨大聲劈掛門好像是香港獨有 內地沒有 我所知大聲劈掛門真的就是香港獨有 在國內是沒有大聲劈掛門這個門派的 為甚麼呢 其實這個要講回 根據我師傅解釋 當年我們師傅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都要用了一個關外大聲劈掛門 少林劈掛門的名義教功夫 有些長輩 即是我們師傅那些 就覺得要做得很累積 即是不夠簡潔 很長 建議師傅能否把我們的門派更簡潔 最後就用了大聲劈掛門 因為大聲已經是核權了 劈掛又說明了劈掛 將大聲劈掛門很簡潔地成為一個新的名稱 你現在我的理解 我聽這麼說 會不會是整個大聲劈掛門就是香港的命名 應該是香港的命名 即不是內地 師傅是內地 但在香港才有這個大聲劈掛門 這個新的權種的名稱出現 沒錯 那為甚麼大聲劈掛門 要先嚇大聲劈掛門 我知道你們的開山祖師 就是他們是學的劈掛門 為甚麼他們是將大聲的名稱排仙劈掛門 因為近代師傅那些 都是比較專師做到的人 我為了紀念師傅 將他師傅的學權 即是大聲排仙 劈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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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成功的大聲劈掛門 就是他感恩學 應該是感恩的一個表現 今天師傅你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傳言裡面有些招式 朋友都想多了解一點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跟我們拆解幾招 沒問題 從這裡都沒有? 準備完了 好 那我們一起去 好 師傅我想問一下 平時練功夫的話 應該穿甚麼衣服呢? 其實練功夫我們不需要穿得很名貴的衣服 那有幾樣的我會留意 第一呢 那些質料盡可能是原質 比如我們的梓襯 或者我們的運動褲 或者我們的運動褲 寬身一些 這些適合做運動的服裝 那至於我們的鞋方面 那如果你穿運動鞋呢 都會選擇一些比較平底的 鞋底不會那麼厚的 甚至乎我建議大家可以做一些白布鞋 那我的鞋呢 這些這樣的服飾呢 就是很適合練功夫的 那也都可以加一點 就說戴多一件衣服 當你練功夫之後 服飾濕透的時候 都可以換一件乾身的衣服 就去成為比較合適一點的 師傅我想問一下 基礎編的第一集 你有一個提供衝券 是應該怎樣運動的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 那麼首先你了解到 套路裡面設計的動作 是預先設計的 是根據我們一個訓練的方法 去設計一個套路 那麼在招式裡面 所有招式都是關乎功法 那麼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一個平面 按照套路呢 去練這個功夫技術呢 就似乎不足夠 那麼其實在我們的功夫技術裡面呢 我們的招式裡面呢 其實那個範圍可以更加強 內涵是更加豐富的 那麼例如剛才你說的那個招式呢 我們本身去到案長之後呢 我才有一個小小的移步 勃掌 提腿充拳 那麼這個動作是為什麼呢 就是當對方一拳的時候 好了 我先移步 避開對方的攻擊 閃開了 另外這個手呢 我們都要有防衛 同一時間進入 然後呢 用拳 包括你的身體或你的面部呢 我們都可以有攻擊範圍 那麼這個呢 就在我們託路上的一個 較為平面的解釋 那麼但如果在我們實際的 攻防技術裡面呢 其實就不是的 我們可以另一種解釋 例如 好了 同樣的上馬 撥掌 這個拳呢 由一個直拳呢 變成一個橫拳 好了 跟著呢 它呢 可以勾彈腿 而令到你呢 膝平和跌低 那麼這個 是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 這個算是一個鎖 這個是一個橫拳 橫拳一屈手臂之後呢 就形成一個呢 搭著你的頸部 或者是胸部 幾個動作 跟著進入馬之後呢 會向後一彈 那令你失動了 就會跌低了 好 明白 師傅 我想問一下 另外這個拖面掌 是應該怎樣運用的 拖面掌呢 它的構成就是 首先呢 有一個握拳 跟著退馬 向前推一掌 那麼這個呢 其實呢 在我們字面解釋 就是對方在來的時候 好了 那你想 退一掌 那這個呢 就是字面裏面的解釋 但是如果我是當衛運用的時候呢 當然是退 頭部比較好一點 變成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覺得呢 你正在衝上來嘛 那我不跟你硬抱 但是不變 不是表示呢 我是 要走了去 我只是退一步 而幫助我的呢 發揮得更加恐懼 謝謝 師傅你好 喂 喂 剛才你那個招式拍得很詳細 我心裡都說 沒有問題 整件集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的計劃呢 其實實施了都很久了 不是推出影片各方面 但是我最近呢 都依然收到很多朋友去查詢 我們的攝影比賽的細節 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攝影比賽呢 其實我們都開始了很久了 我們截止日期 但是九月不明顯的 差不多都會有一點時間 有時間 大家朋友呢 就要記住呢 就是我們是 以我們的傳承影片 裏面的一些招式作為造型的 那大家就記得呢 就看我們的傳承影片之後呢 就模仿那個造型是可以的了 是 不需要給我這個影片的 沒錯 沒錯 我也都收到這些朋友不理解呢 就拿了這十幾二十年前的功夫相 那招式很漂亮 不過與我們的要求不符 沒錯 我們現在呢 就是推廣我們這個傳承計劃 就是希望他們看我們的傳承影片 沒錯 就是希望他們看我們傳承影片裡面的 基礎影片和防備影片的招式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就是看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的了 一按就可以了 是的 甚至簡單 沒錯 那你們按一按 看到嗎 看到了 OK 我們會一會兒做一些招式 就是示範如何去做一個造型 就是不同的造型 沒錯 那我們的評分就是 一半的造型是準確度的 你們是功夫嘛 那你功夫準確度 那餘下呢 另外就是整個構圖 構圖 應該漂亮不漂亮 三成的翻索 另外兩成的呢 就是視頻技巧 視頻技巧 那這個就是我們整個評分的標準 那希望大家就 就是擁有一點 補名的參加 沒錯 這個獎品都很瘋狂 希望大家得到獎 好的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是 希望大家再看我們的全年影片 重溫我們線上的基礎片 那些消息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手上握了一個 是一個獅子頭 這個獅子頭 就是一個非維的文創 其實我們知道 在非維推廣的時候 我們很需要在文化創意的產業 令到多些人去設計這些非維的文化產業廠 就是這些產業 那對推廣非維有好處 有幫助 那希望呢 就是多些年輕人參與這個非維的文創 那對於這個推廣非維非常利 那樣好像這個 這樣的時候呢 你放在這裡 你對這個老師也有多一點認識 那這樣就是欣賞深刻一點 多謝大家